嗨 大家好 我很久很久 已经开始没有做Vlog了 因为最近我都做一些unbox video 或者是一些CS4 video 今天呢 我打算来拍一个比较短的Vlog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也很兴奋 很开心 因为我的玩具终于到了 就是这个 Fandom Drone 到底这个东西呢 在外国其实很流行 在马来西亚也是很流行 但是我看到是比较少人玩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呢 也是没有什么人玩 所以我要做第一个我身边的朋友 我成为第一个有Drone的人 所以 到底这个Drone有几厉害 Quality是如何呢 等一下我们来去试一下 所以呢 但是玩之前 不是要unbox吗 我一直做unbox video 不是我unbox吗 unbox什么 谁要看我unbox 其实我觉得是unbox video 看来这种话 是不是 我们不要看 哇 我向后丢都会站着啊 其实这个Drone呢 我买来的 它的用处呢 就是 就是 可能我要拍step footage啊 或者是follow youtube 或者是我去旅行的时候啊 可能很美的风景 很漂亮 都可以拍下来 一直变成我们的memory 所以今天呢 我的第一次飞呢 我就不打算 我一个人那么支持出来飞 所以 我打算跟我的女朋友Nico 一起去找她 跟她一起分享这个Phantom Drone好不好 好 Let's go 其实现在的天气呢 就是 好天不作美啊 OMG 下雨啊 初套 噢天啊 别下雨啊 难道今天我买一个新玩具就 好歹啊 让我飞一下 对不对 今天买了新玩具 我又不能让我试飞 那你叫我今晚怎么睡呢 哈喽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 这个空地,去示范一下这个DRAWN 所以,玩这个之前呢,你要check下你的电池 到底是有没有电,现在这里看到是 有四个霸青色,代表是有电 然后呢,背之前呢,你就要装上这个PLATE 这个FAMPLATE的,其实是有分别的 来过来看一下,你看到吗? 这边呢,就是灰色的,而且你看对面这边呢 就是黑色,黑色的分别呢,就是 如果是点有黑色呢,你就要放黑色的PLATE 是掉转来转的,你要把它锁上 确定是把它锁紧掉 然后呢,关于灰色呢,就是你要用灰色的PLATE 它方向是返回来的 OK,所以其他两边都是一样咯 你要把它锁好了就好了 现在everything都setting好了,连电话也connect了 你看到吗?这个电话是有那个镜头的 给摩热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下take off一下 到底是成不成功 好吗? 在电话上 的电话上 我都学会飞了 我都把这个东西飞回来了 现在我要叫它飞 现在你不要紧张 我们的方向是这个方向对吧 其实有一个功能是给初学者用的 现在你按这个是给你Auto Take Off 就是讲它帮你升起 你按它这个 然后是吧 然后你slide它 慢慢来放行 看到吗 它已经慢慢开始升起了 然后是你就要按这个慢慢给它上 慢慢给它推上 上 看到吗 慢慢上 慢慢上 上高一点没关系 至少你高过那颗速就没有问题了 上再上不用怕 好像很紧张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可以慢慢再上 你可以慢慢推 不用一直推放推放 你可以慢慢推啊 扣着它 慢慢推慢慢上上上上 其实都已经飞到热了 你刚好看不到了 其实都热了 你看吗 现在玩这个东西 玩这个东西是很累的 小心小心小心 你不要不要像Sensitive 来来 嗯 你现在慢慢给它 你慢慢给它 飞回来 慢慢给它飞回来 飞回来 给它飞回来 这个 这样子Distant 其实也不是很高 不是很低 如果你还是技术不好 是吗 你可以按这个 这个点按它 对 它要帮你 take off strike 然后它要慢慢给你 Landing Landing sorry Landing oh my landing 蛤 嗯 或者是我家你手的 我要给它转 这样你这样转 嗯 有关系你 可以你飞上去先 像我家里另外一个 就是这样不要用这个 不要用这个 take off 是吗 你两个手 向进来这边 嗯 OK放手放手 这推回去 这推回去 给它转着好吗 是你这个 你慢慢推这个 给它升起 来慢慢升升升升 OK你要两转 就讲 你给它自己自转是吗 OK 推这个 OK 你要给它自转 你就推这个左右 看到吗 然后你看你的screen 嗯 知道吗 连女朋友玩东西 都会不要理男朋友了 你看到吗 你看它很focus 在玩它的drone 在天上 看不到吧 太高了 噢 看到一个 像一个 长银这样飞来飞去 她已经不要理我了 可以理一下我吗 因为我在哪里啊 嗯 看不到我呢 嗯 嗯 我们在这边啊 看到吗 这个荧幕就很明显 是看到我们在这边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水池咯 那我命令 现在我命令你把我的drone 飞回来这边 哇哇哇哇哇哇哇 咱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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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完 噢 OK啦还好啦 这个勉强landing啊 诶 诶 诶 关掉它 呜 她只关 是不是这样的吗 觉得怎么样会难玩吗 不会啊 蛤 你超过我的电视给了你飞了50%喔 哇你飞先的喔 蛤有没 为什么 它还会转 OK现在 现在是要给我起飞一下 然后我试下去Tax一下这个RON的Quality 它的CameraQuality到底有解清楚 dk dk sedan 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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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电了 如果你玩到没有电了 那个电池多烧你看剩下就一个bar罢了 是不是很多很多摄定可以按 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看个人觉得值不值值不值的咯 因为我当他是一个investment 因为我这个人我本人就很喜欢拍那种 拍视频啊拍视频做YouTube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那effort得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一个investment啊 不算浪费钱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好用 而且他的quality呢也不错 他是属于他是他是一个DJI的牌子 其实这个drone呢就很多很多牌子 所以我就选择了DJI 因为DJI是market被承认是top1的比较好的drone 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 选择跟回家 OK现在已经飞到给我们 飞到没有电了 剩下就一个bar了也不能再飞了 如果再飞了就会很危险啊 可能会发生很多意外 所以改次呢我觉得如果你们出来玩呢 你们要选一些比较 很多文字 所以改次呢你们要出来玩呢 你们要选一些比较 大范围然后也比较少住址或者是建筑物 尽量树也比较少啊 看今天我们选的地方就 可能是很多树 但是只要我们把我们的高度飞过树的话 高过那个树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啦 而且今天也蛮大风 那很大风呢 controller呢他也会给你一个signal 叫你注意一下 因为很大风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testing也到此为止啦 因为电也没有啦 我们的玩具就这样快没有电啦 我来讲一下 到底这个drawn呢他有给你什么东西 他的盒子来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咯 然后他有给你这个袋子 上面有一个DGI的名牌 他就是给你放这个blade 这个blade 他一共给你8个 现在我只拿4个出来了 其他4个呢就收好来了 因为改次可以用到 然后呢这种 cower呢是protect你的camera的 所以你每次玩完了呢 你要把这个盖呢 就盖回去camera来protect你的camera OK 盖回去 看到吗 嗯 那你要把这个cower呢 OK 我忘记到跟你讲 其实这个memory card呢 他就插在这边 看到吗黑色这个 看到吗 看到 黑色这个 拿 这个是给他是free一个bucket的send disk 是啊是个叫什么啊 什么什么10啊 class 10啊 对class 10的memory card 这个是bucket的 看到吗 然后就很简单咯 你把memory card放回进去 你刚才讲ban 10 这是class 10 是class 10 然后你把memory card放在这边 里面的方便 其实他本身也是有一个地方给你USB 给你USB 去电脑拿你的影片出来 或者是你直接去用你的card leader 拿这个出来 去放你card leader 也是一样可以用 所以我们把它放回下去 放回进去呢 就很简单 就放进去 就用力推一下 它就进去了 所以我们玩完过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放回下去 来protect你的camera 这个是每天一定要放的 这个这样子的方位进去 诶 怎样放 ok 这样子就完全了 看到吗 然后呢 这个呢 其实你们如果要带去旅行 带去街玩呢 其实建议你们要去买一个包包 那个包包呢 其实是special design for这个dron的 然后我也去订了一个lens 这个lens呢 它是给你有filter 就讲你不同颜色 或者是可能很多effect 这个lens我讲不完的 然后唯一 它最重要的function呢就是 因为你dron你飞高对吗 然后它就会你天空就会很冷 然后它就会起雾 那起雾呢 就导致你的镜头呢 就很像是很像有水滴 或者什么蒙 就导致你拍包的东西 所以我买一个lens 是for这个phantom 但是还没有到 我还不能test 然后包包也还没有到 ok 到了过后 我还为大家来 来示范一下 试试一下到底是分别在哪里那个lens ok 所以今天电影玩完了 做什么 收懂啊 做什么你要去哪里 嗯 吃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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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终于回到家了 然后呢 我的v6呢 我已经把它剪成差不多90% 这个就最后这个 footage 我就放进去 其实我这个镜头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的经验是了新的 如果呢 如果你问我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就depend on 你吧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爱剪video 就是比较喜欢抓一些比较漂亮的 新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 因为这个高角度啊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会买这个 因为为什么我会买 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被代替啊 因为你要录高角度的东西 可能你没有办法 可能你就要用这个drone 啊 如果你不可能你家 你去租个直升机的了 camer来拍 但是不可能吗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是不能被代替的 所以我就会 宁愿把这个钱花在这个身上 如果我的心得就是呢 你不要有事没事就把这个东西拿出去飞 就你买来拍video你就来拍video 不要很像爱好这样的空没事 就把他出去飞爽 其实很危险的 尤其是你在家外面飞 因为你家外面可能你也是 啊住宅区啊可能很多牌物啊或者是 cmedia 然后加上有很多电线或者是数 万一这个东西飞这个时候一 一碰撞到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一定会往下掉 然后跌在地上一定是坏的 不可能不坏的一问草地啊都是会坏 所以我建议呢 不要就有事没事就拿出去飞 然后二来如果你想练习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一个草地就比较大的空地来练 因为这样子才是最适合也最安全的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便宜啊 然后呢如果你讲想我 你想你打算买一个软来玩 但是你啊我不是拍video但是我纯粹很想玩遥控的东西 有啊 其实团有分几种啊一种就是 小小型的团或者大型也是 但是他们是没有镜头的 他们只是纯粹给你飞来飞去给你过下银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 raising 的 raising 的我还没有有研究了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这种啊 就是record video 的这个是属于比较 record 高清 如果你讲你budget不高 但是我相信500块马币 500块马币到600块700块 对你会得到一个 但是呢 of course 他的quality也不大理想 可能只去了一个7201080 但是我相信是足够的 但如果你要讲你要更美的 好像很漂亮 像 youtube 那种短片这样 这个就能做到 所以呢我这个就是我今天事到心得了 我其实没有讲好不好 只是玩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要很IC很IC 就最好不要借给人啊 如果你借给了你把你的这个朋友 把你这个弄坏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能说 难道你要拼圈 就除非你教你朋友了怎样飞 而且他的方向呢 嗯也蛮多了 还有一个follow me 这种东西 我大概应该会下次才讲 今天已经说了很多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这个影片呢 你可以给like我 给那么把我share出去 然后你可以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like我的facebook page 然后我会做更多更多更多的 更好的影片给大家看 然后呢这个呢 video呢 我跟你讲不止一个 我还会试哈lens 那我买到的back会怎样 然后改次去旅行 我这个录影到怎样 我一一我都会录下 然后share上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好记得记得subscribe我啊 这边这边ok by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